配合科技的进步 人们需要适应各种数字化生活 实际上不是所有人都能应付科技的发展 因为该科技大多数都针对大城市人们而开发 看到城市人与偏野地区居民 以及肢体障碍人群之间的差异 印尼社会部最近推动数字化建设 更加注重偏野地区居民和支障人群的需求 印尼社会部表示加强数字化的设备 需要大量提供给偏远地区的居民 还有肢体障碍人群 除了带来更多方便 也可以改善社会福利 我们经常都会进入Fintech 实际上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 可以改善智障人士与一般人的服务差距 因此印尼社会部将盟文机转化为数字化 并在社会康复中心设立更多方便智障人士的设施 这样的改变可以帮助智障人士在防疫期间获取更多信息 如果是调整的东西的圆寺 要才是很好 birthday 那即将生活很重准的转小时 那么长时间 因为自己里面的转弃 如果纳型我们在平常的团筆 可用样的团筆 但是我们调整的自然额 非常重处 因为那我更新的关系 那么多房间是少许的土豆 这是学习品的研究 如何让育品尽您的炆 与室的泥药 是子用一个道具 kemudian bagaimana berterna ikan itu dalam bentuk digital sehingga nanti itu akan lebih mudah penyebarannya dan lebih bisa cepat diterima karena kemarin sudah kita check jadi apa namanya misalkan bagaimana cara mendengar misalkan mereka yang tunanetra kemudian mereka mendapatkan materi itu dalam bentuk suara kemudian bagaimana yang apa namanya tunarungu bisa mendapatkan materi dalam bentuk tulisan bisa melalui gadget dan sebagainya 在防疫期间 享用数字化服务得到更多正确信息 也能成为学习的媒介 印尼社会不希望相关的政府单位 还有科技服务供应商 可以更关注支障人群 还有弱势群体获得应用的权利 在新闻印尼报导 selamat menikmati